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节目 12月1日,在阿弗迪布卡斯杰波夫村 两名乌军放下武器走出掩体投降 被四名俄军残忍射杀 目前乌军第67旅已经给被杀的两名乌军复仇了 这股俄军已经被全部歼灭 且他们占领的阵地也被乌军收复 由于第67旅士兵战斗之前知道对方俄军的番号 知道他们就是前两天杀伏的人 所以下手特别狠 一个活口都没有留 信奉刀剑者必死于刀剑者下 只是没想到报仇来得这么快 天气条件这么恶劣 俄军在过去24小时内 还是阵亡了1030名士兵 损失26门火炮 7辆坦克和15辆装甲车等重装备 进入12月以来 俄军士兵阵亡数字低于1000的天数 目前仅有一天 最激烈战斗仍然发生在阿弗迪布卡 昨天斯杰波夫村西南部有俄军打过了铁路线 向前推进了200多米 现在他们已经被乌军装甲部队赶了回去 对面的俄军也是装甲部队 但装甲部队的质量跟乌军差距还是挺大的 大家还记得前两天 俄方大力宣传有乌军鲍伊坦克 首次被摧毁的事情吗 摧毁一辆鲍伊坦克都被俄方认为 是值得大输特输的事情了 这是现场 俄军坦克和装甲车的残骸 南亿 乌军组织了一次反攻 从皮斯基和奥比特内夹击 试图割裂俄军占据的图书部 这是两个月来 俄军集结重兵 攻打阿弗迪布卡的情况下 乌军首次发起的规模性的反攻 但实实在在的说 我认为 鉴于当地的俄乌军力对比 乌军这次进攻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这次进攻更可能是一种牵制性的进攻 战场报道以实事求是 为第一原则 我做不到某些人那样 罔顾事实 给某方大肆的吹捧 对另一方刻意贬低 战场上发生的事实 终究会教我们做人 赫尔松战场 俄军第177独立海军陆战团 在试图夺回克林基南部M14公路 转弯处的森林时遭遇了失败 损失不巧 被迫撤出了战斗 陆军陆续往地内伯和左岸增兵 从克里米亚调来了第104空降师的一个步兵团 来补充被打残的810旅 第24摩布斯的部分 兵力也被调来 部署在了奥列时机是西北部 本号猜测 由于今年冬天来的早 降温飙猛 万一地内伯和冰冻 到可以让坦克装甲等重装备在冰面通过的地步 乌军就可以在这里发动大反攻了 俄军往这里调兵是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 但以俄军目前调集的兵力 真的出现那种极寒天气的话 是挡不住乌军过河的 塔斯社消息 位于莫斯科市东部的特种汽车厂的厂房起火 过火面积达2000平方米 该企业从事特种车辆 医疗设备 消防安全器具的研发及生产 位于卢干斯克的一个俄军油库 遭到了乌军无人机的袭击 燃起大火 战场外消息 乌克兰国防部消息 乌军收到12月份本土产的 大概2000架无人机 实现武器的本土化生产 也是乌克兰的目标之一 可以降低对外源的依赖度 目前 德国莱恩金属公司已经宣布在2024年 在乌克兰本土生产装甲车 波兰跟乌克兰之间 因为农产品贸易的纠纷仍未解决 但不影响波兰向乌克兰交付了 18辆解释自行火炮 后续波兰军火企业 还将向乌克兰提供56门 解释自行火炮 很多人有一种思维定时 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中日常 面对的游戏规则推挤击人 认为波兰和乌克兰 既然在农产品贸易上有纠纷 那就是国家之间产生了矛盾 波兰就不会支持乌克兰 甚至反不成仇去反对乌克兰 这种认识其实已经落伍了 建议不要用这种过时的观点 去推测别人 不然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人跟人之间 国家跟国家之间 有各种各样的分歧 但这些分歧是分层次的 农产品贸易之间的分歧 国家安全上的分歧 价值观上的分歧 野蛮和文明之间的分歧 这些分歧的主次并不一样 如果分歧在不同层次之间发生 那更表层的分歧 要服从于更深层次的分歧 小人之间交往 往往会要求对方 各方面都要与自己一致 否则就恼了 君子之间则讲究和而不同 朋友之间有分歧是正常的 不影响继续做朋友 说到这里 再说一下 美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 忽冷忽热的问题 这也是由俄乌战争的独特性 和西方游戟规则的特殊性 决定的 乌克兰目前仍然是靠外援 与俄罗斯打仗 他单挑肯定打不过俄罗斯 所以乌克兰高层有时候要宣扬胜利 因为胜利才能鼓舞士气 激起乌克兰人的战斗意志 但有时候乌克兰又需要卖惨 哭穷 这样才能拉到更多的赞助 道理很简单 如果乌克兰在现有援助水平上 已经可以维持高歌猛进 那就没必要让援助升级了 乌克兰高层需要在宣传胜利 和卖惨哭穷之间找平衡 至于白宫管理预算局12月4日 致函国会两党领导人 警告今年年底前就会用完原污武器的资金 这对乌克兰来讲根本不是什么世界末日 这是民主党政府向共和党施压的手段 美国当前的主流民意是原污的 民主党就借此来绑架共和党 这种危言耸听的话 反而有助于在国会通过原污法案 所以我敢预测乌克兰获得的美欧援助不会中断 正义必胜的战争结果也不会变 有些人21世纪了还用大清时候的思维看世界 不出问题才怪 12月4日波兰宣布将向乌方再转让56门 克拉布自行火炮 据介绍这些火炮是波兰换装后剩下的 送给乌克兰不浪费 澳大利亚将援助乌克兰 由澳大利亚电光系统公司制造110套投石器反无人机系统 这种反无人机综合体将被安装在M13和巨富装甲运兵车上 乌韩国防部副部长伊万·加弗里·柳克中将 昨天对外宣布 乌韩国防部正在开发海王星巡航导弹的新型远程改进型 加强防空系统的积极工作也在进行中 他没有透露改进海王星巡航导弹的具体细节 相关的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10月 美国对乌韩的总体军事援助下半年 比上半年减少了82.2% 下降的幅度挺大的 这是因为受到美国国会新议长阻挠拨款影响的结果 目前德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已超过了美国 12月底之前是个关键 欧盟美国将就对乌援助有机会投票决定 美国政府此前提议 为以色列和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的援助 并为边境安全提供140亿美元 这项新的法案 一直被国会新议长迈克·约翰逊阻挠 未能通过 能否在年底前进行新的投票通过 现在还是未知数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日前再次明确指出 俄乌战争将定义数十年的全球安全 美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 强调乌克兰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 12月4日 美国政府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 沙兰达·杨给国会发了一封公开信 信中说 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 到今年年底将耗尽为乌克兰购买武器和装备的资源 他也说 美国的支持至关重要 是其他国家无法替代的 向乌克兰提供资金 将有利于美国经济和未来 英国外交大臣卡维伦认识很到位 他说 如果普京不被阻止在乌克兰 他将来会索取更多 我们从历史中知道 绥靖政策最终会摧毁英国的利益 并让英国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据说 卡维伦计划于12月6日访问美国 寻求说服美国国会继续支持援助乌克兰 就迈克远迅那个沿江交注而成的脑瓜子 能为他说服吗 看看就知道了 跟迈克一样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也是顽固派 他一再的阻止对乌克兰的500亿欧元援助 还表示不应该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 他是既反对援助乌克兰 又不愿意让乌克兰加入欧盟 可能不是短视而是坏得很 12月4日欧盟委员会代表皮索 内罗表示 欧盟委员会不同意欧尔班的做法 欧盟认为乌克兰做得非常的出色 已经提出了启动谈判的建议 现在将由成员国来决定关于欧盟的建议 预计欧盟领导人将在12月14日至15日 举行的欧盟成员国峰会上讨论这些问题 本院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一向支持乌克兰 他再次表态说 乌克兰局势已经严峻 由于西方援助不足 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 我们需要为坏消息做好准备 但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我们都必须支持乌克兰 希望好事多么 乌克兰能够尽快得到更多的军援 实现其抗俄大战的最后胜利